剛才有講過 鹽度會不同的海域 鹽度會不一樣 國中這樣交 高中會知道更多一點什麼溫源環流什麼之類的 以後再說 會因為降水 因為蒸發 因為河海水就是很正常嘛 水越多就會怎樣 越淡嘛 越淡嘛 蒸發越多就會怎樣 越鹹嘛 河水就會淡也就正常嘛 所以呢 河口附近呢 有淡水處鹽度小一點 河口附近是比海水淡 但比淡水 鹹 比淡水鹹 OK 很正常啊 這個是我算我多講的 結冰的海水下面海水會怎樣 更鹹 這以前有人考過 不過基本上算客人沒有教 不過有人考過 海水 因為海水結冰的時候 會把一些鹽巴吐出來 就這樣會變得更鹹 下一個是參考書今天人家喜歡問的問題 哪裡比較鹹? 歐 赤道應該比較鹹 因為赤道太陽大曬得很兇 對 赤道太陽大曬得兇 蒸發很多 但是它蒸發多 降水更多 所以反而比較淡 所以哪裡比較鹹? 赤道 負熱帶必須比較鹹 所以考試問你說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赤道比負熱帶鹹錯 負熱帶比赤道鹹 這樣子 OK? 這個是一般參考書最近人家喜歡問的問題 反正就是蒸發越多就越鹹 降水越多就越淡 所以我考試 我個人偏好考一個圖 一條是蒸發曲線 一條是降水曲線 然後問你哪邊會最鹹? 又挑蒸發比降水多最多的地方最鹹 這樣考比較有水準一點 跟死輩沒什麼意思 但是呢 大不了這樣子 OK? 那台灣的產鹹季節是在嘉南平原這一帶 季節是乾旱的中季 台灣不是用曬鹽法來產鹹的嗎? 曬鹽不是要曬太陽嗎? 曬太陽不是因為夏天比較大嗎? 對 夏天太陽比較大 可是夏天我們會有午後 雷射雨 我們有颱風 曬太陽沒有曬一樣 所以 反而是冬天 為什麼冬天好? 因為它 乾旱 因為它乾旱 所以我們乾旱 後面會教你為什麼冬天會乾旱 畢老師有教它是乾淨 它會教你乾旱 OK? 那講過了 溶解氣體沒有內容 就要講過了 自己講兩個 一個愛氧化碳 一個氧氣 為什麼要講愛氧化碳 可以幫助 光合作用 會不會要氧氣 因為可以幫助呼吸作用 是這樣之類 然後呢 一個是氧 只要是生物要起呼呼作用都需要氧 要氧化碳是要光合作用 然後這個就配合所謂的地理 生物能叫什麼 氧循環 碳循環 碳循環那種 OK? 要講話看看 就這樣 講這兩個就過去了 沒有什麼內容 有氧氣有氧化碳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有人會問 這邊有一段下面都有人問過 我們深層的海水 如果你不會流動 那你的氧氣就很快就會被消化光了 就會變缺氧狀態 所以一直要有新鮮的海水流進來 才可以使它保持溶氧 在那個氧魚時就是用個水車去搬 把水搬起來接觸空氣 增加溶氧 所以有人會問說這個水車是要幹嘛用的 水車是要增加溶氧用的 然後這個也是有人常常問過的 只要有汙染 只要有汙染 溶氧就會降低 只要有汙染 溶氧就會降低 所以汙染太嚴重 溶氧降態太低 魚蝦被淚就死掉 活不起來 活不下去了 就無法活下去了 所以告訴你 導演考試又問說 下列其實如何的正確 時速海水汙染嚴重 溶氧量體要做 有汙染 溶氧量就會降低 然後後面還有講一次 他什麼時候最容易再讓他的再見 死笑笑 那也是一番常考的症候的問題 我們以後再跟各位說 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溶氧的減少 溶氧的減少 這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可以嗎 可以 很好